好继续带来看到花莲县议会的教育小组一行人 在27号一早来到复理乡的东里国中来献看 那么进到校园每一位议员都被校园的每个角落都吓坏了 多处毁损认为是相当危险 不过校长表示目前让师生感到困扰的就是用水的问题 只希望学校赶紧恢复正常 花莲县议会教育小组一行人 27号一早来到复理乡东里国中献看 进到校园每位议员都被校园每个角落吓坏了 多处毁损认为相当危险 不过校长表示目前让师生感到困扰的就是民生用水的部分 只希望学校赶紧恢复正常 那现在是厕所部分我们紧急的采购了六间的临时厕所 因为目前受灾的那一个大楼的厕所 两个地方都不能使用了 因为有危险 那另外一边是女厕 那女厕部分在过渡期我们也让男生进去 但是临时厕所进来 因为如果有修缮或者重建的可能化 这时间不会短 那目前我们在努力 校长带着教育小组的现议员们走访校园各个角落 教师的办公室不管是地板还是天花板 窗户等都能看到严重的疑问以及毁损 召集人吴建志表示心疼 议会也会尽全力来协助 重要的是我们今天议会教育小组 那特别过来我们这个南区来做这个光海的动作 那一方面这个给校长加油打气 给所有的教育的同仁先进 都能够有在这个第一时间 来给他们做一个这个教育打气的动作 花林县教育处表示 目前花林县总共有51所学校提报灾损 灾损金额大约8400多万元 其中设备费大约有1200多万 这也在灾后一个礼拜就先请各校先行采购修复 就是希望不要影响到学生的教育 后续工程的部分约有7000多万元 也会依照工程会相关线刊作业进行 记者高双双复理箱采访报道